花莲县消防16号下午办理了财团法人达成慈善基金会捐赠消防救灾车辆的仪式 由秘书长严新章颁发感谢状来感谢达成慈善基金会的董事长陈炳扬 提供花莲县消防局同仁执勤安全更进一步的提高救灾救助的动线 达成慈善基金会董事长陈炳扬长期从事回馈向有的一举 在108年获聘为宪政顾问捐赠花莲县消防局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累计工计有8000颗 响应消防工作由抢救转为预防 免费提供花莲县若是族群装设 保障县人们生命财产安全 无计划我和他讲到一句话这一天我答应了 我今天再给你4000颗4000颗住警器 响应我们的习县长 这个住警器有4000颗安装 所以说虽然说在经济不景气的当中呢 这个疫情的我们现在与上返不能说不出来 但是所有人当时都是酷 动 动 我与我客人我感觉不累 但是没问题 我真心的讲出来 让各位特切实实的了解 我的基金外是一个小小的小小 你怎麼會不會死 活活要給他 活活要給死 我現在怎麼也也也不死 總有一計畫 我們是真心的奉獻 我希望我們在花蓮能夠好好的來付出拋磚引力 而董事長 仁興系消防沿見河南官隊在今年一月成立 專責隧道救災 至今未配有消防救災車 11號並且主動軍政給花蓮線消防局消防救災車一輛 以提升偏遠地區救災救助的能量 縣府秘書長銀先生表示 縣政府的資源有限 但名利無窮 將能感謝資產基金會不斷地傳播善良的種子 進步強化消防救災搶救的品質及效能 保障居民們的生命財產安全 記得中一 花蓮車報導